现在时间10月24号 星期一 各位同文早上好 我们看到上周整体市场走出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 高点3099点 低点3013点 其实我们看到在周末有一系列的政策利好的消息 那么对于本周行情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我们先看一下上周晚间欧美市场的表现 道雄斯指数大涨2.47% 同时纳斯大个指数大涨2.31% 以及标牌指数大涨2.37% 上周五美股三大股指是共振式的上涨 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的出现不同程度的涨跌 那么为什么上周晚间美股的三大股指是共振式的反弹 主要是美联储放出鹰派的声音 11月份加息75个基点 同时宣布12月份整体的加息预期缩减所带来的大幅的上涨 其实我们在10月13号周四的时候 也是确认了整体的美股 包括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市场 整体已经是建了大级别的底部 所以说全球市场重要拐点显现 回到我们的A股市场上 我们早已确认2934点是重要的拐点 也就是从3424点下跌到2934点调整周期已经是结束了 现在正在运行的是上升周期 以及在上周四的五平 我们也重点强调的是什么 3013点回补缺口之后整体底部形成 也就是从小周期上调整结束 在本周初要突破3100点 而且是要放量突破 当突破之后上升空间是打开的 其实我们投资者知道 从整体而言外部对于我们A股市场有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美联储的加息对吧 不管是7月份到9月份整体市场的一个调整 那么加息100个基点 加息75个基点 包括经济的衰退 其实对于海外突破的预期是向下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上周整体鸽派声音出现 而且是要预期向上 这是Y 内而言经济向上政策发力 对吧 在上周四10月20号的时候 重磅利好消息 中正金融整体下调转融资费率40个基点 应该满足证券公司低成本融资需求 紧接着我们看到在上周五双盘之后 上交所扩大主板融资融券的标的股票范围 本次新增200只股票 从原先的800只扩大到1000只 深交所方面 我们看到新增是400只 由原先的800只扩大到1200只 所以说我们的内外环境整体已经改善 而且是政策在发力 那么后期而言突破3100点整体向上空间打开 是大哥的事件 我再次强调一下 其实本轮行情我们很明确强调了2934是第一点 包括这个位置会形成一个短期的压力 整体调整我们已经确认第一点 后期就是向上 下一个拐点在11月中下旬 所以目前我们是以支股待涨为主 所以说对于本周初突破3100点 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上周五 整体的海外市场上涨 内外因素都支持 开始要进行一个向上突破了 所以说我们就耐心等待市场的突破 以及整体市场向纵深发展 现在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